被称为吉祥鸟的燕子只会在富贵人家筑巢 它是如何变断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 燕子被象征着美好好运的鸟类 也被称为吉祥鸟 到每年春季燕子的繁衍时期 它通常会选择在人类的屋檐下进行筑巢 在民间有燕子不进苦寒门的俗语 意思就是燕子在选择筑巢时 会选择比较富裕的人家屋檐下安家 这号称吉祥鸟的燕子真的贤贫爱富吗 它们又是如何区分人类的贫富的呢 其实这燕子并不是贤贫爱富的势利盐 而是本能的驱使 也可以说是母性的使然 趋利避害的行为 它们确实会在好一点的环境下筑巢 特别是高门大户 毕竟燕子筑巢是为了繁衍后代的 关系到自己孩子的性命 选择的地点必然是重中之重 它们会选择一些防炎较高 避免人类和其他动物将巢穴破坏 墙体顽固还能遮风挡雨 防止因为墙体倒塌 而发生巢穴掉落的现象 而能满足燕子这些要求的 环境都较为舒适 一般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才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燕子只会在富贵人家的屋檐下 筑巢的错觉 燕子确实会选择 环境好的地方进行筑巢 那它们是如何完成判断的呢 跟人一样 要判断环境的变化 也是依靠眼睛 耳朵 鼻子 和嗅觉 它们首先用眼睛 判断一个环境的大致情况 是否会被雨淋到 房炎是否会结实 接着用耳朵 判断这个位置是否安静 生产和繁育后代 都需要在一个清静的地方进行 所以燕子 不会选择吵闹的地方 跟孟母三千一般 燕子也会为自己孩子 寻找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其次 燕子会靠自己的触觉 选择一个温度适宜 高度合适的地方 燕子知晓万物 能够通过空气中的水气变化 来判断所处位置的降水量等 顺风顺水的地方 能够给燕子后期减少麻烦 所以在筑巢之前 燕子会在不同环境下进行勘察 我们经常能够看见 燕子在空中屋檐下飞来飞去 原以为是燕子在做飞翔的游戏 殊不知 他们早已将飞过的地方进行一个对比 最后选择一个各方面都十分优越的地点 开始一点点的 从农田里掀来泥巴 混合唾液 以及稻草 开始搭建自己的巢穴 基本构造做好之后 再找来稻草 树根 羽毛扑在里面 尽力的给未出生的后代 提供更好的环境 在燕子的世界里 父母同样也为了孩子竭尽所有 由此看来 燕子搭建一个巢穴实属不易 他能够选择在屋檐下搭窝 也是对这个住宅各方面条件的肯定 所以对人类而言 燕子搭窝确实是一件好事 燕子能搭窝的地方 无论是采光 通风 安静的环境 没有争吵 环境事宜 在这种环境下的居民 想必也是家和万事兴 这也是农村 为什么将燕子筑巢 作为四喜之一的原因 但是并不是说 燕子来搭窝 就能说明有好事发生 燕子只是选择了 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 并不能预感往后发生的事情 将美好的意愿 寄托在燕子身上 是不靠谱 封建迷信不可行 燕子这种聪明的鸟类 当选择了一个地点之后 若是没有遭到破坏 第二年会继续选择采慈安家 总而言之 燕子确实会判断环境的好坏 但是燕子搭窝 不一定能带来好运气 对此 你们有何不同的见解吗